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烏鴉與蜜雜餅 講講講,今天講故早段威水高開,高開300點多 上升至24,600點水平,但其後升幅很快慢慢收窄 而且一度倒跌,大部份時間都跌幾十點 美市又回頭,最後全日都可以升幅,升40點 收24,366點,成交1,254億 今天的市能夠反復一輪之後,都升了幾十點 要多得豪賭股,其中一類股份就是 看到金沙很厲害,升至4.9% 加上匯豐也有進帳,1.8% 都是跑贏大市,帶領市向好 騰訊又有幫助,市能夠反復一輪之後 都升幅,連升四天 好,說回整個市形勢,今次的市,剛才提過 六月開始以來,厲害,連升四天 千多點升上來,去到24,366點 走勢一定是不錯的,這四天 但升了四天之後,後子點,初步看 好像有點黏黏,回套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很多 原因可以從以下講,首先方面 就是從消息面來講 消息面,今天有些消息都不大有利的事 延續過去四天的強勢 其中一個就是配股消息 陸陸續續的股份出來配股 比較知名的,包括萬科 好幾隻股份就是配股 集資100億港元左右,抽水 其中包括當時得令的股份 交易股,以及服務股 都能夠出現配股的情況 多多少少,對市人氣氛也有少少壓抑 這是第一個消息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中美好像又有些爭拗 美國宣佈,在月中開始,禁止中國航班扶尾 這個消息,據了解就是,美方向中國施壓 要求,允許美國航班可以恢復中美航線 但無論如何,昨天市場仍然在憧憬 美國一身危,特朗普說,市衛搞不久都搞不定 而且好像有人擔心,越來越厲害 會不會不知道,但起碼市場有什麼憂慮 周生賴,可能沒有時間看中美方面 角力方面有新的動作 誰知話口未完,有些新的招數出來 加上,英國好像加上加入戰團 最近在BNO方面,很多的說法 還說不惜犧牲 跟中國的經貿關係 都要在BNO方面有多動作 整個形勢是繼續混亂 都有些不明行因素在 這是消失面的情況 與此同時,看回市場的情況 都是顯示有高位回吐的可能性 其一就是,昨天節目也提過 就是在板塊的輪動方面 你看到好像有些落後股 受到追捧的異味 其實美國方面,昨天提到 很多重啟經濟股都升到飛機 包括之前跌得很厲害的航股 郵輪股都升得很厲害 這些很明顯就是之前的落後股 香港都是類似情況 剛才提到,毫賭股這段時間 都叫做弱弱的 相對,因為新經濟股最厲害 其他普遍都弱弱的 見到毫賭股今天發威上去 以至匯豐約了一大輪 今天都是見到跑贏大士的表現 之前一兩天升幅 郵邦已經記一功 都是屬於傳統經濟股 都不算是強勢股 現在見到,這弱勢股就衝上來 這個不算是一個好的現象 第二,要跟大家說 港股的無論內以外的指數 股份都是有些去到重要關口的水平 去到什麼關口 要不就破關而上 再展升,要不然就要掉頭回軟 包括什麼呢 先說一下微股先 微股昨天再升很厲害 五百多點 但見到昨天一度升穿過二百天線 逼近二百五十天線 結果就不能夠站在二百天線上收 雖然不算軟 差幾十點 因為昨天收到二六、二六、九 二百天線是二六、二九、七 差幾十點 升不穿 穿過即是下來 應該這樣說 得而復失 接著會怎樣呢 二百天線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回吐水平 要留意著 與此同時 最近日經都很強勁 一直帶著整個亞洲股市向上 日經都繼續做好 今天升八十一點 但都出現的情況 跟港股走勢有點相似 都是高開之後 由高位回軟回來 出現一些陰燭仔 加上剛才說的 有幾隻重綁股 都是升到重要水平 見到有些果足不前的氣味 包括剛才說的騰訊 騰訊 雖然仍然有些升幅 但去到四百四十元 這陣子也是這樣 四百四十元 就好像腳軟軟地 衝不破上去 與此同時 這幾天升得很強勁的右幫 見一見 昨天我節目提到的阻力位 前浪頂阻力 見一見之後 甚至乎穿了一百千線之後 都不能夠保住龐大的升幅 明顯收達升幅 全日升得一毫多指 只有0.2% 好像受制於前浪頂的阻力 以至一百千線阻力 匯豐也是類似情況 雖然剛才提到 這股 近幾天 叫做靚仔番D 起碼沒有下落後大股 跟隨大股的升幅 今天還跑平大股 但你見到他走勢是怎樣 是升到下降軌之後 穿一穿 就下來 好像下降軌的阻力 而且一看這條平均線 這條五十天線 就兩樣加起來 可能五十天線 加上下降軌 都有回吐壓力 所以令到股價高位之後 就回軟回來 明顯這幾隻重磅股 在高位都是遇到回吐壓力 加上 點提過幾個字 烏壓與密集頂 就是 無論是上證指數 各企指數 都出現類似雙非烏壓的狀況 所謂烏壓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上證指數 他當然不是太帥 都是兩支陰竹 似之底雙非烏壓 不是太漂亮 國企這個比較漂亮 一支陰 這個紅色戰爪指著 一支陰竹 兩支陰竹 像雙非烏壓的初型 其實你看看之前幾天 這三隻烏壓 這次是雙非烏壓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特別是雙非烏壓 烏壓是怎樣的呢 烏壓與密集頂 是逼近密集頂出現的 穿一穿這個 綠色戰爪指著的頂 但是逼近這兩個密集頂 就出現了雙非烏壓 所以顯示這個水平 回吐壓力不少 恆生指數也是 雖然他不是雙非烏壓 但是他也是逼近密集頂出現回軟 類似 稍微升穿近牌的高位 就收回來 原因是否受制這兩個 前浪頂或者密集頂的阻力 所以留意一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重要股份升到重要阻力 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 更加是雙烏壓 或者雙非烏壓 遇上密集頂 顯示高位出現回吐壓力 短線回軟的可能性是大 特別是 明晚美國公佈重量級數據 投資者會否在重量級數據之前 先回吐一些 先收回水 不要太勇氣 值得大家留意 時間關係說到這裏 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